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视频当中肖战一把的把这个杨子揽在了怀里 霸气十足 看到该画面酸倒了一片网友 这一转力量有了 这男友力也绝了 现场围观的粉丝更加的不淡定了 惊呼我的妈呀 天哪 WC 抱着抱着呢肖战的名牌掉了 杨子捡起来细心的为他别上 场面真的是天爆了 有一个网友表示 余生能不能搞快点 我等着看这个顾余生谈恋爱都等了半年了 我可以单身 但是顾余和林之孝一定要结婚 余生请多指教 从去年11月份 杀青至今已经完成拍摄8个月左右了 热度已经突破了270亿 看来网友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根据现有的可靠消息 余生去年就已经招商完毕了 上新湖南卫视 在线独家平台呢就是企儿 目前呢已经是可以预约观看了 余生为一波鲜火 主角肖战与杨子都是当红艺人 而且去年分别在微博之夜获得了 King和Queen的宝座 人气都十分之高 两个人合作呢简直就是王炸组合 相信在两位优秀的演员带动之下 势必将掀起新一轮的都市爱情剧热潮 而直黑们也知道 这部剧对于肖战的重要性 有圈内人表示 目前肖战还有三部带播剧 那么余生将是肖战风波之后的 第一部超然作品 二期以来黑粉呢一直都在抵制肖战的资源 阻击余生多次失败 屡次妖言获重 该剧也播不了了 结果呢在5月20号的当天 余生拿到了发行许可证 而且级数为32级 比之前公布的级数还多了两级 之后直言上新失败 又自爆消息确定上新 整个过程 星许呢他们也是在自导自演 只是说为了找话题阻击这部剧罢了 但是兜兜转转却回到了原地 最初去年就已经表示 预计今年8月份的暑期档会上 以及上新芒果 所以无论过程如何造谣 最终结果呢就一直都没有变过 粉丝们安心等待官宣火空降吧 如今啊余生的热度是越来越高 很多家都在防暴余生 直黑们更是在阻击方面 调整了先后顺序 把余生提到了前面 下令必须给阻击掉 否则呢该剧播出之时 也就是肖战全面复工之日了 阻击余生恐怕已经没有时间 距离直黑被制裁也越来越近了 当这股夏日狂热来袭的时候 谁也防不住 等待是一个很迷人的词 期待余生早日上映 有人说粉丝上肖战之后呢 再也看不进去其他剧了 我想大多数的粉丝 甚至是路人都会有相同的感觉 其实也不是说肖战的魅力大到让人沉迷 而是粉丝上肖战这部剧的剧情 跌宕起伏太魔幻了 沉浸式的体验太刺激了 剧情之魔幻程度令人大开眼界 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 你身处其中能够深切的体验到 世间百态人性善恶 而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比任何的电视剧都要更加的惊心动魄 更加的惊险刺激 更加的匪夷所思 这部剧持续120天之久 不但没有消磨掉人们的热情 随着昨天官媒对于黑子的定性 反而让黑和粉更加的热情了 一边黑的实现自我催眠 一边是粉的越来越坚定 今天的剧情反转也很精彩 我们就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剧情吧 一 近几日 一个因为博主去世 听用许久的社交账号 突然发布了肖战相关内容 并且大量删除原主过去发布的内容 疑似被买入 有人质疑是肖战粉丝到好 二 虽然不知道该账号操作者为何人 但是肖战的粉丝 反正对逝者的尊重 积极沟通恢复被删除的内容 肖战影音也会及时的回应 不认同此等不尊重逝者的行为 并且为这个惊扰逝者表示歉意 三 由于涉及平台账号问题 平台进入调查 然而调查结果显示 该账号自2019年6月起至今 始终是在同一台移动设备登陆使用 并没有被盗号的迹象 四 平台进一步调查发现 同一台设备还登陆了另外两个去世账号 平台老总对此表示震惊 初步调查结果超出了本人的想象 关于买卖账号是平台的事 关于该账号发布了什么 删除了什么 是账号新持有者的事 有人想要利用逝者 利用此账号继续搞个体上升群体 进而上升偶像的那套把戏 显然是行不通的 肖战粉丝只是普通的追星女孩 她们不是侦探 也不是博委会主任 没有权利 也没有义务去负责此事 原以为经过检查日报的官方发声 能够使这些黑子收敛 没有想到她们依然会我行我素 为了黑一个明星 消费逝者 惊扰逝者 这种行为实在是恶劣 令人不耻 对于此事 相信平台能够给一个调查结果 这就是粉上肖战这部剧 今日的剧情 很多人都奇怪 为什么官方定性之后 依然会有那么多的人 弃而不舍得与法律作对呢 能让人如此趋之若鹜的 恐怕就只有一个例子了 也难为黑子了 拿着八倍放大镜 扒了肖战几个月 扒不出什么黑料 反而是越扒越 让人看到她的干净美好 偶像搞不懂 那就换个套路 采用迂回战术来挑粉丝的错 以上升到偶像 结果粉丝就只顾着埋头做工艺 也挑不出错 因此现在他们只能够自造出一个 出错的假粉丝 以此来上升群体 污名化粉丝群体 攻击偶像 这几俩如此的拙劣 正常人都能够很容易看透的套路 为什么他们却依然乐此不疲 不断重复 似乎在做着无用功呢 其实也不是完全是无用的 一方面他们明白 目前已经无法搞垮肖战 只是想要借此去拖住他前进的脚步 即使是非常尬的抹黑 只要这些尬黑能够有流量 有热度 就说明肖战依然有负面舆论产生 因此对于这个没有上热搜的尬黑 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不给眼神 不帮黑加热 上了热搜的 铺几条成心即可了 不过度的去加热 对于极端的 性质恶劣的 陆平存证 交给律师 另外一方面 他们想要通过不断的负面舆论 和疯狂的攻击行为 来阻止别人支持他 消耗粉丝的热情 阻止粉丝继续支持他 对此粉丝呢 就要先稳住我们的情绪 过好自己的生活 同时做好以下几点 一 坚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不动摇 公益是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必须要长期坚持做 二 求同存异 真正的学会 与不同的声音相处 虚心的接受善意的批评 三 对于谣言 不听不信 不传 安心的做好家务 等待新剧播出 四 不卑不亢 不卑 不认领这个莫名其妙的锅 做错的事情道歉 不随意认领莫名其妙的人 不抗 不飘 不酸 不口嗨 谨言慎行 不让自己的言论 被有心的人去利用 我们不急 急的是那些被检查日报 定性为攻击国家机关的人 是那些即将走上被告席的人 今天看到一句很有道理的话 不要被肖战以外的事情 去消耗热情 只要他还在这个圈子 粉上肖战这部剧就不会停 放松心态 顾好自己 我们就赢了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小铃铛的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